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今天要说的这位却是一个地理道道的秦政皇帝 许多人说正是他导致了大明帝国的灭亡 也有了人说明朝的灭亡不能归咎于他 如果生在太平盛世 他或许是能成为一个在入史册的明君 他就是崇祯 大明帝国最后一位帝王 据传崇祯十分秦政 为了处理公务经常彻夜不眠 当时崇祯前去拜访刘太妃 竟然说着话就睡着了 刘太妃于心不忍 叫人来给他盖上衣服让他休息 崇祯醒来后说道 自己为了处理政事 已经连续三天没有休息了 轻霸太妃难过地流下眼泪 在崇祯继位十朝廷大权 都掌控在魏忠贤的手里 当时魏忠贤全惊朝野耳目动作 崇祯上位之后 雷厉风行迅速清除了魏忠贤及其当局 还朝堂以清风 此举赢得了许多人的支持 之后崇祯仍任用贤能 企图挽回动荡的局势 但是他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就是多疑 而这个缺点使得他谁都不信任 将来造成了严重后果 如果有机会前往明石三陵 会发现在陵墓的西南方 买葬的就是这位王国之君 而葬在他身边的就是皇后和皇贵妃 作为一位帝王略显寒酸 建筑十分简陋 为何一代帝王的灵魂 却是这样的一番场景呢 崇祯最后的下场 大家都非常清楚 上吊自吻成为这位帝王的谢幕演出 之后清军入关明朝彻底灭亡 那么崇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史料记载 在崇祯之准期间 总共有两位仇夫 数十位内阁大学使被其处死 而被他送进监狱的更是数不胜数 崇祯十四年 监狱中关押着整整140余位朝廷大臣 有时候一个国家的覆灭就在瞬息之间 1644年3月 李自成大军进驻北京 质疑 先大臣们照例来到朝堂之上 积极地商讨的应对方法 但是坐在皇位上的崇祯 却掉下了眼泪 所有人都知道 这次朝廷即将溢出 但是还有不信 命了大臣 再积极地想着办法 文臣武官各个可杀 百姓不可杀 诸臣武阵也 国君死设计 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 一旦弃之 皆为奸臣所悟 以至于此 这是崇祯发出的最后叹息 一天之后 京城陷落 崇祯下达了最后一道圣旨 令后宫诸人必须自吻了结 听吧 皇后自吻殉国 但是长平公主不愿自禁 崇祯大怒 拉着年仅十六岁公主来到大殿之上 砍掉了她的左臂 又杀死了年仅六岁的女儿 历史证明 每当一个王朝覆灭 前朝公主们是最为凄惨的一群人 他们大多数会成为后来者的信誉对象 数尽非人的待遇 后果无法想象 在亲手送走了自己的至亲之后 崇祯摇摇晃晃的来到眉山 一个歪脖 树成为她最后的归宿 临终十年仅三十三岁 再之后 其军发现了崇祯的尸体 李自成命令将士将崇祯的尸身与皇后合打 一代帝王走完了她的一生 崇祯在位期间一直为了政务繁忙 根本来不及修筑自己的陵墓 在她死时甚至找不到一块合适的陵墓 无奈只能将崇祯和皇后葬 在了原本属于妃子的墓穴之中 后来有一个小官吏 名叫赵仪柱 她自发带头捐助了上签文 官民深受启发自发捐钱捐物 为皇帝修筑灵起 为了找到崇祯遗体 他们挖了好多天才 打开了封锁墓底的石门 这座灵器也十分破败 中间用石灰作为墓主 甚至不如一些妃子的墓穴 在墓穴之中有些许玉器陪葬 还有一些妃子生前所用被入 就连些许散落的金银器物 都是用通质品仿造而成 谁能想到这是堂堂一代帝王的买骨之处 崇祯身在中间 两边是皇后和贵妃 赵义柱带领众人枯巴 组织人仇 集银两满来砖石封墓 到了清朝时地体改藏 令臣民为扶桑三日 藏与十三灵司灵 明司灵与其他灵墓相比 实在不知一提 相比定灵出土的精美的宝石玉器 珍贵文物 司灵非常惨淡 可能王国之君的归宿大抵都是如此 不过崇祯辛劳一生 确确依旧没能挽回颓势 在历史大潮面前 即使秦奋却依旧无法改变潮流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而是